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蔡明健 今天指数收盘涨了63点 原本是平盘附近震荡 最后一盘往上拉 也都涨了63点 现在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盘面上整个资金 还是聚焦在整个AI相关的股票 今天连技嘉都涨停板 伟创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今天技嘉也涨停板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AI长保图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在现阶段 因为假设你如果没有伪创 如果没有技嘉 你现在叫你去追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尴尬 这么尴尬的情况之下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可以来做低档布局 等等会跟大家讲 这行举我跟大家讲过 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指数在这里 做一个区间做震荡 因为毕竟整个指数也已经涨多了 所以有一些赏户买的比较多的股票 现在比较不会涨 比较不会涨 你仔细看 虽然说你看 就是3231伪创 这伪创一直在涨 但是你仔细看 你不要看它一直在涨 它一直在涨的过程 其实它里面是没有什么赏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赏户并没有增加很多 赏户并没有增加很多 总股动人数并没有增加很多 代表什么 代表着其实涨多 涨上来之后 其实很多人已经不敢追了 这个季家也是 季家有跟大家讲过 季家 总股动人数基本上也没什么增加 今天季家已经来到300块了 已经来到300块了 像其他的股票 像我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 说实在的 它就会比较弱 像什么1604 虽然是两支涨停板 但是它会掉下来 所以说现在是涨停板继续再涨 还是会掉下来 你必须要去看它后面相关的筹码 你看这个今年 先前也是涨停板 涨停板涨上去 现在又全部回下来 所以跟指数没有关系 跟很多个股的筹码有关系 好 买什么 关键 现在买什么很重要 我昨天跟大家讲 你自己看 这我先前跟大家讲的季家 先跟大家讲季家 对不对 季家当时是221块 我说现在你要留意的 就是伺服器 边缘运运算 散热型商机 好 那到前天我还跟大家提醒 季家的整体的筹码 还在做增加 整体筹码还在做增加 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很贵了 221 对不对 但是今天 季家面多少 304 真的已经304了 如果你现在手中没有季家 还要不要追 如果 我应该这么说 你会追的你就追的 你不会追你还是不会追 对不对 那这样子怎么办 来 我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你不用追 我说我们买这个 既然伺服器这么好的话 那当然 AI 伺服器就是资料中心 它必须用到的内部互联的核心元件是什么 核心元件是光收发模组 光收发模组 而且现在要做400G 甚至于到800G了 你看这个4979 4979的华新光 今天还在创新高 它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收盘涨多少 也涨了6.4% 它也涨了6.4% 所以我说我们昨天买什么 我说我们买 跟华新光基本上很相似 跟华新光很相似 但是呢 它的股价比它便宜 它的营收跟它的获利 都比华新光好 来 华新光涨上去142块 我说我们买这一支 XXX1 为什么买这一支 因为它中股东人数 在减少特殊数码再增加 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它相关的好消息 大家并不知道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中股东人数会增加 所以它没增加 这一支要做什么 我昨天跟他讲 它跟华新光一样 就是做光收发模组 而这个光收发模组 它可以做到400G跟800G 甚至于比800G还要更先进的 它都能够做 重点是它的营收 还有获利跟毛利率 都比华新光高 都比华新光高 来这昨天 我们昨天买这个 122 122 122 今天呢 今天不多啦 今天也没增加很多 今天到127 今天到127 可是重点呢 这有比价空间 你比价空间 你看一下 华新光价多少 149 好 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华新光的股本是13亿 澳门买的这一家股本是10亿 也是说它股本比它少 但是它的营收 却是华新光的快两倍 快两倍 所以当然它的获利一定比华新光好 这肯定的 好 为什么我说这一家很有可能会跟华新光比价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个大股东 它持股59% 59.52 这一家大股东是非常大的大厂 伺服器 全世界排名前三大的 其中是一 它持股59.52 这一家公司它本在一个子公司在大陆要去挂牌 所以我们认为 这股票 昨天122块 今天127块 我认为这个未来有很高的比价空间 有很高的比价空间 因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自邦也好 不管是华新光也好 他们的股价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股价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那相对来看 你看自邦 如果你短线上涨太多 你不敢买 那你就看月线 华新光的月线是这样子的 那自邦的月线呢 自邦的月线也是这样 从12块钱一路一路一路涨 涨到多少 385 华新光今天又继续再涨 那当然 我觉得我们手中这股票 是蛮有获取力的 然后呢 除了这一档之外 我们昨天还买什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昨天还买这个 昨天买这个 昨天买威胜 但是买的价格是接近涨停板 实话实说 是接近涨停板 那为什么 为什么接近涨停板还要去买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一次威胜营收是大幅度的成长 那营收大幅度的成长 它这一次营收是主要的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威宏科技 那威宏科技做什么 威宏科技就是主攻细制裁 就是威胜Nest 我们先前 在三月份的时候 先前那一波做威胜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威胜它是最便宜的什么 IP细制裁 最便宜的IP细制裁 那个时候如果跟所谓的 创意跟世新比价 三月份创意跟世新 还比现在便宜很多 现在创意跟世新 比之前贵很多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 你要特别留意这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威胜Nest 这个VIA就是威胜 这个威胜Nest的事业 迈入收割期 NRE跟什么 这一家就是威宏科技 就是它的一个 威胜Nest 它这一家主要是在做细制裁 还有NRE跟什么 IP跟ASIC 简单讲就是创意 就是便宜的创意 这个是威胜Nest的子公司 如果它这一家公司 营收已经大幅上来 威胜Nest的股价 很有可能就往上走 所以昨天在这个地方 虽然有看涨平板 但没关系 就去追 去追 最主要是今天呢 今天不错 今天也是涨平板 今天也是涨平板 这一次很多人在问 威胜Nest 这一次会涨到什么地方 其实你看你用什么角度看 看你用什么角度看 如果你用IP细事材的角度来看它 当然它不算贵 因为3661四星 1880块 3443创意1630块 03035的资源 就已经260了 对不对 那当然啦 我跟他讲 威胜Nest 其实不只是有IP细事材 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这个 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是隐藏版的什么 隐藏版的伺服器 隐藏版的伺服器 还记得我先前跟大家分析过吗 这个晶片处理 主要有三个架构 一个叫X86 一个叫ARM 还是另外一个 这是静心客在做的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中国大陆它有一个国产CPU 就是他们自己的晶片要自制 为什么自己的晶片要自制 因为美国要全面封杀中国大陆 它既然要全面封杀中国大陆的话 那当然中国大陆的晶片 想办法自己做 那想办法自己做的过程当中 中国能够自制CPU的 总共有6家公司 而这6家公司 如果你去看 使用X86架构了 X86架构了 只剩下两家 一家海光信息 一家上海造星 那上海造星是 威射的子公司 是威射的子公司 那为什么说如果是X86 因为呢 你去看伺服器 伺服器呢 伺服器现在的CPU 都是X86架构 都是X86架构 就是Intel那个架构 以前Intel跟威射不是有关系吗 所以现在还有X86的 相关的一些制裁权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威射 那威射呢 他把他的相关的技术 转给上海造星 威射现在虽然没有那个技术 但没关系 他给上海造星 但是呢 威射拥有上海造星的股权 所以这个就变成很有趣的情况 他既是伺服器要用到的 中国大陆要必须制造 自制CPU的一个用到的地方 那我先前三月份也跟大家讲过 这威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厉害的地方是你去看 这是不是有六家公司 中国六家公司 有上市的 这个上海造星没有上市 有上市的我给大家看过 那你看一下有上市的 你去看 你看这龙科中心 龙心中科 你看他本益比多少 457倍 对不对 457倍代表什么 代表着这一块 在未来的发展会很好 所以市场上愿意给他很高的本益比 你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你现在就要去看 真的啦 因为有些股票他拉起来快涨停板 如果你对他不熟你可能不敢追 但是我们因为对他比较熟就直接追 就直接追 今天呢今天也不错 今天来到涨停板 涨停板终于有打开 有打开 我跟大家说 大概是几个方向 大概是几个方向 就是你现在要去买AI 你现在要去买伺服器 但是伺服器的股票又已经涨很高 而且就是那几家 如果你没买你几乎就是站在旁边看 那如果你站在旁边看的话 那你就要去找相关的 我跟他讲你要去找相关的 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去参加台股擂台 经济日报台股擂台 一开始三个月 一开始500万的资金 变成754万 变成754万 那一季的整个报酬率 季报酬平均报酬是50.9 50.9代表什么 代表着其实你必须买到很多档股票 全部加起来才有50.9 对不对 就像音业打 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是3月22号 这个之前都讲过了 那伪创3月27号 对不对 伪创今天已经124了 那华府呢 华府是60块 那先前跟大家讲成名店 在这个地方买了 那这个之前的节目 VCR都有放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看 那先前跟大家讲过的事情 我们就不重复 那就是这样子很多档很多档 慢慢累加起来 慢慢累加起来才可以加到什么 才可以加到这样子50.9的一个季报酬 对不对 来 先前跟大家讲的 也许后面会陆陆续续发酵 那有兴趣你可以上网搜寻 超越法人蔡明健 那至于操作上的话 我们会帮大家抓 现在盘面上轮动到 轮动什么样的股票 那什么样的股票 接下来还可以持续布局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下期下期才会 下期待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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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不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指数涨了63点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 其实现阶段涨的股票会比较集中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股票可能不太会动 又或者是它是区间 所以说你现在买对股票买错股票差很多 还记得我先前跟大家讲 这个是6120的达运 我们买达运 为什么买达运呢 因为达运它是什么 它现在在转型 大臣都不知道 你以为答案就是做面板相关的 不是 它是跟建基类似的 跟建基类似 我跟大家讲 转型智慧城市 而且它转亏为盈 营收大成长 股价不到一颗荷包蛋的价钱 不到一颗荷包蛋的价钱 我怎么跟他说 我说我们先不要买建基 因为建基涨很多 你要买什么 买建基小时候跟建基很像的 你仔细看 就是3046建基 建基今天它又没有涨 它不是今天没有涨 它是不好意思 它是每天都没有涨 指数跌它跌 指数涨它也跌 反正它每天都会跌 所以105现在剩下74块 所以这个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我刚才讲叫你不要买什么 不要买建基 先买这一支 跟建基类似 不到荷包蛋的价格是4块1 它分盘交易 没关系 反正它下跌 用多少都可以 要自己喜欢 要多少自己拿 对不对 好来 然后到6月30号涨到15块2 接着涨到15块9 然后突然今天涨停板 17块半 昨天呢 昨天来到18块6 今天呢 今天要收信高18块8 这盘中来看一下 6120今天收盘 哇18块9 对吧 14块1到18块9 对吧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一天啊 没错 在这里 这个 这个因为没办法放VCR 相关的我跟你讲很久哦 你可以去看 请在YouTube搜寻超越法人蔡明健 上面就有 如果你要看这我先前怎么跟大家讲 你就可以看这里 看这个 看这一天 就是看这一天 你自己去看这一天 6月27号 6月27号 14块1 当时的达云 对不对 今天呢 18块9 真的 会长不会长 真的差很多 来 那还有什么可以买 我觉得这一辆也不错 微软 4953的微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伪创旗下的资讯软体服务商 伪创旗下的资讯软体服务商 那它现在主要做两个 一个是人工智能数据服务 另外一个是什么 电动车 包含在中国大陆 它有很多客户 它现在做电动车的 智慧座舱 还有自动驾驶的部分 它重点是 微软这家公司 它在相关的股票里面 相关的股票里面 它本益比是最低的 它去年赚了8块多 去年的 去年的获利是历史新高 那今年的一个营收是持续成长 你看4953 4953 你看一下 它的营收 今年营收是持续成长 在这 比去年 就是比去年还在成长 它去年赚8块33 赚8.33也是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 它的营收 它跟获利 其实都有持续往上 现在它有做人工 人工智能数据服务 还有电动车 也就是现在 排名上最夯的 这昨天 112块半了 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最高来到125 最高来到125 收盘是有下来点 收盘是121 但是你要去想 3231 违创已经到天上去了 真的 6285 起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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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创转螺资 连起机都上来 这4953 还比较慢 但是它的营收获利都很好 营收跟获利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留意 真的 这可以留意 还有我之前跟大家讲 我之前跟大家讲 这一家公司也不错 NVIDIA的A800 被挥打的A800 可能没有办法登录 因为美国要扩大禁止AI 晶片卖给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我说呢 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你在中国大陆 有子公司的会受贿 会受贿 因为它是挥打跟超伟的合作伙伴 这一家公司 我跟大家讲这一家 挥打跟超伟的合作伙伴 这一家公司是挥打跟超伟的合作伙伴 但是呢 它在中国大陆有个子公司 专门在做什么 AI伺服器 真的是AI伺服器 它有一家持股51% 叫做斯藤合力 那斯藤合力在做什么 它在中国大陆做AI伺服器 斯藤合力是谁 斯藤合力 这我先前跟大家讲过 斯藤合力 斯藤合力是这个 来 等一下 这个 斯藤合力 专门做什么 专门做伺服器 专门做伺服器 而且它做伺服器相关的都有 相关的都有 那重点是它有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一个GPU的裸金属服务 裸金属服务是什么呢 裸金属服务就是规避先进晶片出口禁令的最好的方式 用租的取代用买的裸金属服务 裸金属服务 中国大陆叫裸金属服务 我们叫做裸机伺服器 裸机伺服器就是你可以跟它租机房 而且这机房可以安装在其他地方 你在中国大陆租的话 你可以安装在台湾也可以 安装在新竹也可以 高雄也可以 它这个可以帮你做服务 好 这我先给大家讲过 这一家 来 这家是39块多 然后它其实没什么 就是慢慢来 慢慢动 慢慢动 慢慢动的话 它有一个配息 八毛钱 八毛钱直接把它撞回来 这一波指数跌了600多点 跌600多点 它现在今天又快拉上来 今天收完就要再来 43了 现在今天又偷偷跑上来 今天涨了好像半只 涨了半只 我认为这一只应该蛮有机会的 真的应该蛮有机会 我跟大家说 其实股票它不一定每天都一直涨停 但是 只要你 只要你什么 知道 这个是陈明店 技嘉广达合作伙伴 你可以先布局 你可以先布局 不一定每一党都是去追的 陈明店当时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 技嘉广达合作伙伴 伺服器散热新商机 对不对 当时是这样跟大家讲 然后呢 我跟大家讲 总股东人数减少特殊码增加 那总股东人数减少特殊码增加 当时都没有动 这什么时候 是6月中 什么时候才涨 6月底才开始涨停 6月底才第一只涨停板 所以重点领先才是最稳的投资 然后呢 第二只涨停板 接着呢 第三只涨停板 然后呢 第四只涨停板 然后再来 这一天指数跌了300点 他又给人家涨半只 也就是说 这样直接上来 就多少 百分之五十九 百分之五十九 这不是一档不是两档 是有常常会这样 对不对 这我跟大家讲这个 这叫什么 我买股票之前都跟大家讲很清楚 对不对 齐阳 3564的齐阳 做边缘硬算 AI伺服器 双向静默示冷却 有通持股这么高 对不对 齐阳41块多 对不对 然后这也是6月中 这里涨停板一只 涨停板一只 然后第一波 涨上去之后 有压下来 对不对 后面连续一只涨停板 两只涨停板 三只涨停板 差一点第四只涨停板 然后指数重挫300点 又涨半只 这也是多少 也是五十九哈 所以我跟大家讲 真的 你要去想我们这个迹象 这迹象是实战的 这迹象是实战的 不是说一档股票运气好 一档股票就算你运气好 你也不可能继报酬率是五十年九 继报酬率要五十年九 必须什么 必须你赚的比较多 而且赔的很少 基本上比较少赔啊 不然你就会被要扣掉 对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会帮大家挑伺服器相关的股票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 今天有一些电力的上海 像什么1514这个 1513这个中信电他们今天有上海一点 所以很有可能明天相关重电的除冷的有可能会动 那我们会看着盘式的一个变动 在进场去做一个操作 那当然了我们都会以比较低档的 低档的股票来来做 那除非啊除非真的没办法 他要上去了 没办法去硬去追 像这个威胜硬去追 因为威胜我们对他很了解 所以追他我还比较放心 追他我还比较放心 对不对 那今天威胜也是涨停板 那威胜未来就是开始震荡的时候 那什么价位还可以买进 那这就是技术咯 在未来威胜打开的时候 就是开始做震荡的时候 那就是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来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来电做询问 也欢迎你上网搜寻超越法人参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先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